你知道其实我不是想要道歉的 是陆离今天的行为真的很幼稚 你还打算继续纵容她吗 她是我的人 我一向护她 义承 给总部的合同签好没啊 那橙子都干了 怎么不扔了 这是吉祥物 不能扔 你什么时候这么迷信啊 这是陆离弄的 你这么冒冒失失的跑进来干嘛呀 也不敲门 你是怕我看到什么不该看的吗 这里是办公室 你胡说什么呀 刚好李总在 我想问一个问题 你为什么要删了我的游戏呆毛 你怎么会这么说 有人亲眼看见 你在提交的前一天晚上 来过我们程序组的办公室 我那天是路过你们办公室 我看到你们灯没关 我就顺手帮你们关了 怎么了 雷哥有强迫症 他每天晚上负责灯 那一天都没有忘过 怎么刚好被你撞见没有关灯 还有门口的监控 刚好又坏了 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 我理解你 不想承认自己工作失误 弄丢了呆毛 所以会把所有的巧合 当作怀疑的证据 但是这件事情 你确实误会我了 你要是因为议程的关系 对我有什么误解 我可以现在就跟你道歉 你不用模糊焦点 公和私我还是分得很清楚的 我们现在聊的是公事 与私人无关 还有其他证据吗 暂时没有 事情都没有弄清楚 你就把罪名栽赃给我呀 你是不是应该跟我道歉 而且你身为当事人 你也有嫌疑 我可以说她是故意删掉的呆毛 你是不是应该停止接受调查 陆林 道歉 你说什么 上班时间放着本职工作不做 跑到老板办公室 质疑合作方的领导 难道你不该道歉吗 好 我承认刚才是我冲动了 但我说的是实话 你没有确凿的证据之前 你这样做就是胡闹 那在你眼里 他就是那个值得信任的人 我跟你朝夕相处这么久 我只是那个会胡闹的人 陆林 一诚 陆林的脾气你今天也看见了 他虽然是自己人 但他确实不适合做玄中记的主成 我们已经达成了协议 现在比赛结果还没出来 你想出尔反尔吗 行 那就等结果出来以后再说 但是陆林 要为今天的行为负责 战术的事情 到底跟你有关系吗 没有 好 那我替他叫你道歉 这样可以吗 以诚 你知道其实我不是想要道歉的 是陆林今天的行为真的很幼稚 你还打算继续纵容他吗 他是我的人 我一向护他 你 都不愿意 进 江总 我有事想找你他 你不是躲着我吗 老袁的事 能不能从轻处理啊 他是公司的元老 一直为公司 勤勤恳恳的工作 还做出了很多的贡献 他这次犯错 确实是因为家里有困难 一时糊涂所以 江总 你能不能看他是 初犯的份上 让他赔偿经济损失 然后公司内部处理 你自己都官司缠身了 还有空替别人求情啊 因为我觉得 这是对公司 最好的解决方式 如果有警方介绍的话 会影响公司名声 得不偿失 如果私下解决 这对老袁和公司 都是最好的结果 我不同意 如果每个犯错的人 都网开一门 那公司还有什么制度可言 努力 以你的身份 你更加应该站在 议程的角度上去思考问题 而不是一味地站在过错方 去跟他唱反调 李总 你只是合作方 没有权利干涉 我们公司内部抉择 按公事论 我更加有权利 审核项目组的 所有成员 像张志远这种 没有职业操守的人 我不仅让他 上全行业的黑名单 还应该交与公安机关 依法去处理 他在你的项目里 没有犯错 就算要替他出局 你也没有权利做其他处理 如果我都没有权利 那你身为一个普通员工 你更加没有资格 去干涉公司的决定 还有 你不要因为昨天 我没有追究你的责任 你今天就变本加厉地 为难一程 这是两件事 你们两个都说够了没有 你是来替我工作的 不是来当别人说客的 你听明白了吗 江总 那老袁他 该怎么做是我的事 出去工作 陆里可真够感情用事的 张志远犯了这么大的错 他还敢替他说情 你变了 我怎么了 怎么样 疯口了吗 你也别难受啊 这事的确也挺严重的 老袁走了吗 没呢 等你呢 我们打算给他凑点钱 多少 我们也没多少钱 一人拿五千吧 也不着急让他还 很 scholarly 你怎么办 你不要 咱们 咱我 这事 那是没有 怎么了 我 我切到手了 纱布就在我屋里面 你等等 怎么没有啊 你犯规了